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视频 君子兰叶片肥厚,修长,宽大,极有观赏性 今天我就给大家分享 盆里加上一勺它,一年不用管 君子兰叶片油绿,它就是花生壳和植物油 君子兰很喜肥,那么想要它开花 中族的底肥一定不能少 我建议花友们使用花生壳来养它 首先将采集来的花生壳暴晒三天左右 然后碾碎就可以用来养君子兰 在给君子兰换盆的时候 可以将花生壳混合在盆土中 不但能提供养分,还能有效地增加土壤透气性 也可以用花生壳给君子兰扑面 随着浇水养分,都能被君子兰根系吸收 开花更旺 使用植物油养花,花友们一定要注意用量 如果能换盆,那么可以在上盆的植物 取一汤勺植物油均匀混合在土壤中 然后将土壤装进塑料袋,密封后放在阳台上 7天左右就可以用来给君子兰上盆了 俯熟以后的效果会更好 因为花生壳中和植物油含有着油脂等多种营养成分 经过俯熟以后会达量转化为 富含氮磷钾的有机复合肥 能满足君子兰任何时期的生产需求 盆里加上一勺它,一年不用管 君子兰叶片油滤,台花更旺 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喜欢的朋友记得点赞收藏 我们下期再见